好了,回來了,希望大家幫助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習主席當然很忙 之前又去了廣東條言 或者明天我就會講講廣東做過什麼 但是在廣東條言之前 習主席接待了來自西班牙、新加坡、馬來西亞、法國和歐盟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路 是很多外國元首排隊去見習主席的 較早之前也是跟巴西的總統盧拉會面 預計巴西會跟中國簽一系列的雙邊協議 習主席當然是很忙 現在美國就問了一個問題 美國方面的那些人說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中國拒絕譴責俄羅斯入侵的行為 你們都要去見習主席 其實大家都看到一件事 俄羅斯去打烏克蘭是一件事 其實本來這件事是不關中國的 嚴格來說 俄羅斯他自己有 他自己的安全關切 即是國家安全關切 俄羅斯他自己有 俄羅斯去做的事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去做的 俄羅斯去做這件事跟中國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中國有沒有叫大家停火? 是有的 中國有沒有受到俄烏戰爭負面? 也有的 但是如果中國譴責俄羅斯的入侵行為 中國在外交上基本上就沒有人幫助中國 你說那你傾向西方便會幫助中國 這個不是的 你看看現實問題 現在西方美國為首的 制裁了多少間中國公司 打壓了多少營運中的中國企業 是不是? 你自己想想 其實有些事情 如果說中國是傾向俄羅斯 中國傾向俄羅斯也是美國造成的 根本全面都是美國搞到中國沒有選擇之下 有些事情要傾向俄羅斯 這是西方自己搞出來的問題 還有 習主席 其實早就說了 就是中美兩國要新型大國關係 為什麼要新型大國關係呢? 其實就是 告訴美國人 美國人說話是不可以指指點點的 大家都是大國的 事實上是 因為如果計算購買力評價的GDP 中國是比美國多的 好了 如果你要搞公道一點的外交 公平一點的、平等一點的外交 應該這麼說 這一定要建構新型大國關係 但是美國是不願意接受這件事情 其實 這個問題就是在這個源頭 就是這裡 提出了新型大國關係 美國人是不願意接受 美國人認為它是要話的事 好了 其實大家是沒得商量的 沒得商量的時候 大家在世界上 就爭取自己的外交 的平衡和利益 好了 領導人的旋轉門 當然是厲害的 現在美國就去問問題 他們說 為什麼 你不譴責俄羅斯 入侵別人 也沒事的 別人也肯和你見面 其實如果 中國譴責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 問題就很大 反而沒有人會去找中國 其實就是 這是現實 這是現實 好了 回來繼續說 俄烏的問題 朱永鑫說 烏克蘭越做越過分 但是問題是 烏克蘭他們 亡國 你也要想一下他們的狀態 他的狀態 有可能會亡國 你想想 如果 在說生死存亡的事情 他做得過分一點 他現在真的生死存亡 不是這樣說是生死存亡的 烏克蘭 烏克蘭做得過分一點 有時候我也覺得算了 因為你真的生死存亡 現在 再去罵烏克蘭 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他做的事當然是為自己國家利益的 每個人都是為自己國家利益的 那麼 烏克蘭和中國關係一直都OK 到現在也是不錯的 其實是 那麼 但是 你說是不是可以 就是 去回到以前 那樣更好的關係的情況 現在是難一點的 現在真的是難一點 因為 烏克蘭那裡發生的事情 我認為國家都是不想的 就是 烏克蘭被俄羅斯去打 但是國家都沒有辦法 你制止不了普京 你怎麼制止他 現在 西方其實有些人 就幻想 就說 喂 習主席 你可以制止普京 怎麼制止普京 是制止不了普京 做的事情 普京他喜歡做什麼 就做什麼 事實上 就是 俄羅斯是一個 即是獨立的 國家來的 俄羅斯 你怎麼可能 要說中國可以 叫俄羅斯做什麼 就是俄羅斯也不可以 叫中國做什麼 其實就是一樣的 其實就是 現在西方的解讀 他們解讀就是 為什麼習主席見這麼多人呢 就是因為新冠期間 習主席沒有見過任何人 就是外交規模就縮減了 現在呢 習主席就沒有辦法了 唯有就 加把勁 做回疫情期間沒有做的事情 現在基本上就是 中國做的事情就是 做一個政策 我認為是化了 美國那些聯盟關係 那些盟友的關係 美國為什麼這麼多盟友 其實 當然它是有 之前我講過 有用黃道 有用霸道兩樣東西 有些事情 它會幫助別人 有些事情 會幫助別人 有些事情 其實是美國長期都是這樣的 二戰之後都是這樣的 所以 有些盟友很堅實 就好像 昨天我也說過菲律賓 賓仔他很堅實的 他馬上出來說 我們是盟友 你去哪裡 我去哪裡 you jump I jump 有幾個真就不知道 這些 但是 他也是說出口就是這樣 那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的國際關係副教授 李光明 他就有說 他說中國領導人 認為現在是 制定一個 不是李光明 是李明光 不好意思 這個名字 現在講錯了 副教授李明光 他說現在中國制定策略的時候 潛在的結果 對中國的好結果 就是削揚美國的聯盟 看到 北京做出很大的努力 來穩定和改善 和歐洲國家的關係 並且 試圖改善和加強 和新興經濟體的合作 那 就是 李明光 他說的話 和我的看法都很一致 但是 我和他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 其實 現在 中國是沒有意圖去 削弱 美國他們那些 盟友之間的關係 中國是做回自己的事情 其實中國嚴格來說 是找回自己的生存空間 根本就不是分化 美國和歐洲之間 有些人當然是這麼看的 但是 中國是做回自己的事情 我到現在也是這麼認為 就是說 如果你說削弱美國的聯盟 其實 不是這麼容易削弱到的 我相信國家也知道 不是這麼容易削弱到的 所以 能夠 跟美國的盟友 繼續做生意 繼續有一個成熟的關係 其實是 好事來的 我的看法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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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cent Barrola就說 習主席上次見面 跟普京講過 改變這8年秩序和格局 有什麼看法 那 那 就是這麼說 現在事實上 這100年世界的秩序 其實一直都在改變 其實一直都在改變 那你說要改變 就是現在的情況 要在國際事務上 要民主一點 這是中國的訴求 其實中國的訴求和普京的訴求是不同的 你要留意一下這件事情 就是Wincent拜六拉 中國其實一直都在說什麼呢 就是國際事務要以聯合國為基礎 實行國與國之間的民主 是真正的民主 其實是有說到的 有些是說得很清晰的 所以你說 是不是跟普京的意圖完全一樣 有些西方觀察的 當然是說中國跟普京的意圖完全一樣 其實事實上是不是的 你留意一下就知道不是的 那麼 中國是沒有辦法左右俄羅斯的決策的 其實很多事情都沒有辦法 其實現實就是 中國與俄羅斯的交往裡面 一直都是很受氣的 其實 現實是一直都是很受氣的 如果你覺得 不是的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 其實中俄之間的關係 裡面有很多 就是 我認為 無可奈何的事情 其實就是 有很多無可奈何的事情 那麼 無可奈何的事情 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麼親密 如果說真的 如果美國不是搞中國的話 你覺得 中俄會這麼親密嗎 其實是不會的 現實就是 如果美國 沒有想過 或者沒有 現在搞貿易戰 又沒有打壓中國發展 又不禁運 那些事情 完全沒有說 要 令中國 那個政權變色的 如果不搞這些事情 喂 中國不用跟俄羅斯這麼緊密的 這個關係 其實 有些事情是 美國自己造成的 這個現實是 有些事情是 美國自己搞出來的 喏 那麼當然 就是 台海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台海 美國就不斷打這張牌的了 那麼 那麼 現在有這麼多 就是世界不同地方的領導人 去到北京 那麼一定 就是習主席他也有說的 就是 就是 一些對美國的忍悔的批評 不點名的批評 中國現在一直做的事情都是 對美國的批評 就不是很點名的去批評 那麼 還有就是 如果 你要 就是重掃這個 全球力量 就是習主席他有時候都會說 就是 就是 現在的世界就不是 現在的世界就是一極 那麼你要變成一個多極的世界 那麼多極的世界 好了 美國人聽了當然不妥了 其實 就是這句說話 但是 問題就是 有些人就針對習主席 就說 你說這些美國當然會搞你 你不說也會搞你 其實就是 現在的現實就是 你說了出來 大家討論一下 看看 喂 可不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 我認為 都可以看看 就是 做一件事叫做 新型大國關係 這個習主席 他是這麼說過的 就構建這個新型大國關係 其實 美國當然不肯 其實 美國不肯 就有其他問題 就是 習主席 他上個月底 就跟 就是 李顯龍說話的時候 有說過 就是 亞洲國家應該共同 堅決 反對 霸凌 脫鉤 或者切斷產業鏈 供應鏈的事情 也有說到 另外一件事 不過是跟 馬來西亞的總理 安華說的 就是堅決抵制 冷戰思維和集團對抗 這些 也是 不建盟運動 遺留下來的 其實 中國 沒有參與的什麼建盟運動 其實中國嚴格來說 也沒有參與 不過 卷了進去 西班牙首相 他有說到 中歐關係的健康發展 需要 歐盟堅持 這個戰略獨立 就是不要聽美國人說 不只是西班牙的首相 是這麼說的 馬克龍也是這麼說的 法國馬克龍也是這麼說的 那麼 俄烏戰爭 是不是令到 美國和歐洲盟友的距離 拉近了 這個事實是 但是 歐洲也不會想 所有事情都要聽命於美國 其實是 這個就是 有機會的地方 也有危險的地方 這個就是 有危必有機 也是那句說法 就是 馬克龍和習主席見面的時候 習主席說什麼呢 就是兩國都是具有 獨立傳統的大國 都是多極世界的 堅定倡導者 那麼 法國在戰後 有沒有嘗試過做 習主席說的話 是有的 就是 這個 Charles de Gaulle 大高樂 他就是 Charles de Gaulle 他就是 主張 就是 法國 不可以 成為 美國的附庸 其實就是 那麼 馬克龍 他還要 說多一點 你要記住 馬克龍 說要成立歐盟軍隊 之前 你要記住馬克龍 是一個什麼人 所以馬克龍 他的思維 其實是不是 不懂事呢 他不是的 他的思維很多都是 就是 我認為他是 承責自 這個 戴高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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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的話 馬克龍 就更新言 去做 他是不是 為法國好 從 局外人觀察來看 他的主張是為法國好 但是 當然 民眾 不了解 有部份 他的退休金改革 也說了一點 就是 他的退休金改革計劃 連憲法法院都可以了 裡面有些細節就沒有可以了 但是 大體上 將那個退休年齡由62 轉到64歲 其實差不多是事在必行 那麼 你說那些反對黨之後 會不會搞其他事情 令到他下台 這是另外一件事 這是有機會的 之前我也提醒過 現在美國 會不會很擔心 其實美國的擔心 都是自己做出來的 美國他自己 有些事情真的做得很差 其實盧拉 他第一個去的國家 是美國 即是他選了總統之後 他第一個去的國家 是去美國的 就是巴西總統盧拉 但是 盧拉 是被美國的冷屁股 對著他的面孔的 因為盧拉 其實他去見美國的時候 那些政界人物 對他 是完全滅視的 可以說是完全滅視 但是 盧拉去到中國 就很不同了 盧拉 其實他 有提出很多事情 就是要金磚國家 做一個新貨幣 貨幣互換 這些事情 還有 盧拉 他這個人是左派 他對這個世界的 治理體系的改革 是有開放態度 譬如舉個例子 聯合國為基礎 你可不可以民主一點 盧拉是一個開放態度 還有 盧拉 當然 他是熱面孔對著美國 但是他也不想跟美國說結盟 那些事情 盧拉是一個 相對 有 獨立思維的人 還有就是 他用熱面孔去對著華盛頓的冷屁股 尤其是他什麼都談不到的 其實真的 可以說是令人沮喪的 那個會面 就是盧拉去美國 所以 美國自己的態度 其實太高高在上了 到現在也是 他不改變這個態度 很多事情都會出問題 好了 那 當然 國家當然有方法應對 看到這個情況 當然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 利用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目標 去增加雙邊合作 這是互利的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這件事情 其實 我也要再說 美國人很聚焦 在俄烏戰爭上 說為什麼 俄烏戰爭 中國不譴責 俄羅斯也有這麼多朋友 美國是有盲點的 其實 根本很多發展中國家 都沒有譴責俄羅斯的行為 絕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都沒有 為什麼絕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都沒有 起責俄羅斯的行為呢 就是因為 美國做太多事情 也是太絕絕逼人 而且 發展中國家 太多身受狗狠了 西方對發展中國家的壓迫 其實 西方對發展中國家的欠壓 就是令到那些國家變成發展中國家 有很多人到現在都是這樣看的 你說是不是 這當然有爭議 你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西方人覺得他把文明帶去發展中國家 是你的發展中國家的人不感恩 他們有兩個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我講了兩邊的角度給大家看 就是 發展中國家當然覺得 自己的資源 就被你們那些人掠奪了 搞到我一窮二白 一定是這樣的 但是 你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 你自己 都是沒有做一個科學技術的累積 或者你根本自己都是有弱點的 你一定要 有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你才會有進步 我認為是 那 香港藝民就說 勞拉被美國軟實力迫害 入獄兩次 那 你說強硬是否跟美國一定有關呢 當然有些人傳這些事情 我就不敢說 他坐牢 其實 你說是否美國搞出來 很坦白跟大家說 我就不會說一定是美國搞出來 就是 如果你說巴西總統勞拉 一定是美國搞出來的 搞到他坐牢 那 如果 就是 很老實地說 如果是 有些事情是 清清楚楚的 他是否這麼容易 坐牢呢 他做工人運動 他是被 當時巴西的軍政府打壓的 你說巴西軍政府是美國人扶持的 但是 問題就是 那個軍政府沒錯是美國人扶持 但是他下手搞 這個勞拉的人 其實是巴西人 就是 你能不能夠 進入 美國數 呢 我就 認為 不是這麼可以的 還有勞拉之後 他有一些 就是 貪腐醜聞 那些 就是 你覺得貪腐醜聞 又是美國人搞出來的 那 我就要說 那個現實給你聽 就是 巴西裡面 都有人 是不妥這個勞拉的 那 你不能夠說 就是 是美國 培植這些不妥勞拉的人 是兩件事來的 這個一定要說清楚 這是兩件事來的 好了 說到這裡 其實就 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兒 待會回來再說最後的話題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